大同经营权变天 那么在今天举行了董事会 由市场派列定人选林文元 获得了董事会一致推举出任 不过这也是大同成立百年以来 首位市场派的董事长 那么至于前董事长林郭文艳 则是转任荣誉董组 结果我们是以酒票全部同意通过 来推举我担任董事长 大同董事长人选出炉 由台本董组林文元出任 大同前董事长林郭文艳 任荣誉董作 荣誉董事长呢 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尊重的领域者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他愿意提供咨询 难得开放让媒体问到宝 新任大同董作林文元和董事 王光祥同框并肩 用行动驳斥先前市场派分裂传闻 也否认抛售大同股票一说 我提不到 眼看着大同一定会越来越好 王董干嘛要在这个时候卖股票 郑重的声音不清楚 会增加股票 从上个月大同股林会市长派 取得压倒性胜利 王光祥为首的市长派拿下七席 公司派只守住林郭文艳等两席 就等董事会经营权正式转移 市长派董作早已内定林文元 但他的多重身份也遭到质疑 林文元看似老神在在 只是百年老店大同经营权 首次由市场派夺下 是否能扭转大同形象 以及让股东获利 外界都在看 三连新闻各位希望要听台北